没想到如今竟能看到传国玉玺 这 这 这 怎么可能 这个玉玺 这 真的在这个瓷器里面 这 这是真的玉玺 无少 可否让我一遍真伪 你一看看 果然是真的 确实是真的 价值连城的宝贝啊 不知道 现在有了他 我能不能还得起九千万呀 别说九千万 这一百亿也不在话下呀 我记得来的时候有人好像说 我要是买得起 就 怎么做来着 有人说 要跪下来 叫爸爸 还有这样的事情 这你们可得讲心用啊 说好的话 对对对对 我来做担保 我看谁不敢心用 是我提的 我一个人会就好 李子恒明明也答应了 李子恒明明也答应了 李少 作为洪山集团的董事长 不准心可不好啊 对对对 洪山集团是最讲心的企业 董事长更应该以身作则 还请李少 动作快点 你可别让我难做呀 李少 我下手可没听没中啊 哎呀 这堂堂的洪山集团董事长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下跪 这洪山集团颜面何层呢 洪山集团有这样的董事长 估计你倒闭也不远了 嗯 哎 那么不叫人啊 估计啊是拉不下面子吧 那就不用叫爸爸了 谢谢 谢谢 谢谢洪山 谁让你们起来的 谁让你们起来的 我话还没讲完呢 什么意思 既然觉得难为情的话 那不如叫妈妈也行 别太过分 你叫还是不叫 当我不存在什么 妈妈 你说什么呀 我听不见 妈妈 哎呀 这真是奇耻大辱呀 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好了 你们赶紧滚吧 给我等着 此手不报 我顺不为人 好啊 我等着你来找我 哎呀 吴少 这个宝贝你打算怎么处理 整个小男估计也没几个人能买得起 放心吧 马上就会有人来找我 哦 那就恭喜吴少了 恭喜 好了 咱们走吧 羡慕啊 真的会有人来看 放心吧 肯定会有人买 哟 多么似曾相识的画面啊啊 吴少别来无恙啊 看到你这张脸 我就想起那天跪在地上吃饭的狗 你死到零头了还在怎样 你还真是记齿不进党啊 你知道我现在的靠山是谁吗 我现在的靠山 可是李少 李少 刚才还跪在我们面前求饶呢 对吧 楠楠 对呀 你手在这吹牛了 李少是什么人物 上次要不是我来不及叫人 能让你这么猖狂 你还真是不知道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啊 你别废话 赶快把全国玉玺给我交出来 啊 牵达国际的肥龙就在附近 要不要我给他打呢 我还怕你不打呢 那你赶紧打赶紧打 喂 北龙 有人在你们牵达国际附近闹事 过来一趟 在你们牵达国际附近闹事 过来一趟 兄弟们 咱们先上 把全国运行抢过来 好 谁来的人闹事 你们不知道 吴少是我姐的贵客 都他妈混你了 表哥 上次就是他 让我学狗吃饭 什么 他是你表哥 没有这层关系 我怎么混呢 北龙 你选择站哪一边 我呀 我肯定是帮你不帮亲了 那就 不过呢 这个玉玺 确实很诱人呐 北龙 什么意思啊 放心 我是不会站为己有的 但如果 我要把它献给我老板 那我不就 废狂腾腾了吗 表哥 别跟他废话 咱们直接抢 表哥 别跟他废话 咱们直接抢 不要急 我们先礼后兵 不上 你最好 是下一个 那我要是护娇呢 护娇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喽 上 你们想清楚了 想要这个玉玺的人 你们可惹不起 我还不相信了 还有谁 是我惹不起 别说大话了 给我上 住手 谁敢动我的人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啊 你一个臭婊子敢打我 今天我配拔了你的衣服 让兄弟们爽一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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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想听 去床上 哎 你他妈的 我斗死你 过了别动 够了 别动 表哥 我什么时候说过女人这样的委屈 哎呀 再冒下去 命都保护了 肥龙 你最近是不是膨胀了 见到我都不知道参拜了 拜天大小姐 不是 他谁啊 不是 他是谁啊 你还在那个女人 哎呀 我发现你真是一点眼力劲都没有啊 这辈子难成大事 还不快 拜天大小姐 他是谁呀 他就是千大国金老总的大女人 什么神大小姐 怎么 害怕了 我看他 快尿裤子了 拜天大小姐 你刚说要把我怎么招来招 那都是我瞎说的 那些我胡说的 您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是我永远无助 大小姐 我表现他确实本人 你就放他一马了 你就放他一马了 你想一句话就把电视给解决了呀 你饶了我这一次吧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好啊 你刚才不是说想要扒掉我身上的衣服吗 那现在你就扒掉你自己身上的衣服 到马路上裸奔 这听起来 不错 这 这不太好啊 肥龙 你帮他拖 我 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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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太闹了 你 你就快听到 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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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脱啊 怎么不继续脱了 不懂什么叫做裸吗 哎 大小姐 给他让他脱出来 算了 脱光了 也太影响是我 不要太恶心人了 哎对对对对对 好吧 那你就这样到大街上跑 肥龙你监督他 快走 哎呦 哈哈哈 哎 传国玉玺在你手里 是 你知道我爸爸喜欢收藏 能不能把他卖给我爸爸 那你爸准备是多少钱 嗯 我带你去我家吧 具体的你跟我爸爸卸了 爸 吴上来了 吴上 你也赖无恙 来赶紧露坐 当初啊 我有一把女的巨配 文天 他连锁的话 整个将来是不在我们掌握 何时遇了把今天这个地步 不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现在 我倒是无关一身轻啊 不过不用费力管理公司 到外求送自 这可是你的家族企业 你真的吗 你就甘心把公司让给外人 嗯 我想好了 不争了 就跟我的未婚妻一起过小日子 你就真的不再争取一下吗 我可以帮你的 如果你愿意娶我女儿 还在我女儿的面子上 我可以帮你帮回这个事 不用了 谢谢您的怀疑 此生我只爱楠楠一个人 不用了 谢谢您的怀疑 此生我只爱楠楠一个人 想不得还是个情者啊 行了 咱们还是谈谈 预习的事 咦 想没多少钱 都是朋友 我就开个有情价 一百亿 这也叫有情价啊 整个江南市有一百亿资产了 你再少说 可能拿出一百亿现金的 虚指科数 你当时哪会开口呢 就一句话 你要 还是不愿 我需要时间筹钱 在这个时间呢 你可以来我公司上班 没错 这样我们沟通起来还方便一些 不过 我还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江南南也要入职 我就不用了 没错 这样我们沟通起来还方便一些 不过 我还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江南南也要入职 我就不用了吧 不行 明白 你就这么离不开他 那好 刚好公司缺一个文员 愿意去吗 没问题 慢慢你就无时间 还有感情吗 嗯 喜欢就去追 就去想 你还怕这么话 我当然不怕 就是 你要长相又长相 要加持又加持 你怕镜子不挂 嗯 好 带我来这干嘛 当然是带你来买衣服了 这人靠衣装 佛靠金种 商场里的人都是视女的 带我来这干嘛 当然是带你来买衣服了 这人靠衣装 佛靠金种 商场里的人都是视女的 你第一天上班 肯定不能让你被抢情 行 我听你的 先生您好 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给我未婚妻 套几件衣服 啊 我们这里是高定服装 价格可能稍微有点昂贵 您这边预算是 钱不是问题 你看这怎么有点眼熟啊 哦 我想起来了 你就是那个曾经的首富 江南市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丧家知识 你说什么呢 他的事都上新闻了 被集团点出来了 八卦新闻说 你流落街头被一个村姑包养 真丢人 有什么可丢人的 谁说只能男人养女人 不能女人养男人 大男人吃软饭还不丢人 你不会就是那个村姑吧 是又怎么样 两个人在一起就是相互扶持 他现在是落魄了 不代表以后会落魄 我媳妇说的真好 你看看他这样 大男人吃软饭还吃的 这么心安理得 真不要了 他是我老公 我愿意养他 关你屁事 果然是乡下来的村姑 一点叫咬都没有 赶紧滚出我们服装店 你们俩根本就不配进这个门 像你们这种服务态度 再好的衣服也不稀罕 买不起就直说 不丢人 你怎么知道我买不起呢 你还真以为你还是曾经的首富啊 你现在连乞丐都不如 那你这个消息可真不太灵通呢 也以为我不知道 我男朋友都跟我说了 集团内部竞争你输给了李少 资产已经被清算了 你就是一个吃软饭的穷光蛋 什么都没有个废 你敢打我 出言不信咄咄逼人 打你怎么了 穷山恶水出刁民 你这种乡下来的村姑就是没教养 待会我就要让你知道 你这一八六多贵 干的不错呀 这人战被人欺 马山被人骑 我还担心你在职场里不适应 没想到 这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啊 我就是受不得他这样 明天不让你们赔个十万八万 谁都别走 谁他都给你当我的猫 就是那么俩 你俩俩活得不耐完了 哎呀 又是那么俩 真原家路窄啊 你世界可真小啊 没想到又遇到你这么个东西 你是不是东西啊 我不是个东西 我早就知道 笨蛋 说你不是东西 我是我是不是东西 我是人呢 算了 你只知道他是在骂你就好了 我你敢骂我你 就你个智商啊 别跟我玩了 好 今天我们新仇旧恨一起算 第一 你打我的宝贝 先赔个十万 第二 你那天在酒店羞辱我 我今天让你加倍偿还 怎么 你现在不怕表哥了 你已经不是红山集团董事长了 还能指使得了我表哥吗 再说 不行 我谁都不怕 呦呦呦呦 尸膀硬啊 上次你让我给你下跪 我看你是董事长的份上 我整的 今天你什么都不吃 你要是从我这裤裤底下钻过去 我就放了你 你可以吗 你还在做梦上吗 你还以为你是红山集团董事长吗 哎呦 行行行行 先赔钱 好 先把十万拿来 十万呀 嗯 我们出门机身上能带这么多钱 你看我打个电话 就能把钱给你送过来 搞费哎哎好 十万到时候 我要先买个最新款的包 这受委屈了可不就这买些领悟补偿一遍 哎呀 那个电话打 前一会马上送到 哎哎算你识识的我 这样吧 碰框的 红的当下面 弯过去 事就了了 来吧 行 我钻 搬我 搬我 嗯 嗯 你没事吧 不是 他真的力道还伤不了我 那个地方不应该死的吗 没事 他人的能耐 伤不了我 哟 练家子啊 哎呦 练过运气功 哈哈哈哈 什么个串 我淹了你 有本事你就试试 你什么谁啊 啊 你的财神也来咯 啊 我告诉你 十万不够了 本来这事十万就了了 大概刚刚踹了我一脚 还好我练了应景 不然我这带就碎了碎了 这事 没一百万瞎不来 对 没一百万了不了 我差点都出广子了 慢慢 你小心点 这样子 是厉价 一百万 不是问题 只不过 抱歧你的硬气功有多硬啊 那是 几十年的功夫 尖 你干嘛 啊 还急着地啊 臭娘们 你敢提他 你知道他背后的靠山是谁吗 在江南市 我千达搏迹就没怕过谁 千达搏迹 就你 你跟我玩 我就算再不济 也不是你能随便起 哦 哦 你几乎练的不错兄弟 国家好好休养好 哈哈哈 老爸 没有了 没有了 这几次 都可以你帮我 没事都是自己人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